很有意思啊 大家好 我是丁太生 发现了没有 吐槽大会特别会做节目 把娃娃往俩一块找来了 娃娃一整片都在吐槽我 大家一定很期待我怎么吐槽他 那我就从他的刚才这个脱口秀开始说起 脱口秀很帅对不对 内容不空洞 flow好 音色音质很有辨识度 一听就知道是娃娃 但是呢脱口秀我也不太懂 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我夸得不准 你就当我瞎说 千万别当真 娃娃被称作是中国的第一女raper 我不是完全同意 但是大部分我是认可的 对 我认为她是中国音女raper 别人疯的 其实啊 我跟娃娃这个不能叫是beef啊 其实就是我批评了她某一场演出中的 某一首作品的歌词不够好 结果整个中文说唱圈开始抱团 递死我 出歌递死我 就是没想到啊 我的一段点评 直接促进了中文说唱圈的创作繁荣 我听了其中的一两首 我觉得还不错 从技术上来讲很不错 我是挺想听听这个乐评圈 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 结果他们都抱团躲起来了 乐评人也挺团结的 我认为任何作品都要面对好评和差评 大家对作品都可以发表观点 别骂人就行 把人跟作品要分开 为了让大家别骂我本人 我花了俩小时做了首歌 大家确实把人和作品分开了 分开骂的 一部分骂我的作品 这个娃娃吐槽我初中学历啊 被一个rapper吐槽美文化 我很想反驳 但是很难 很难反驳 毕竟快三十年了 我的初中毕业证也早找不着了 我也在反省啊 我这么没文化 我做什么唱片企划呀 我肯定是选错了职业 对 谁 有恨的 怎么还在搭话呢 我应该做说唱歌手啊 做不了 是 我觉得 我可能是少有的 没文化 还没做说唱歌手的人 天哪 说说其他人吧 是说说啊 不是点评 我很喜欢阳和响 非常喜欢 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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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了瓦了 空洞 他很专业 是真的懂相声 也是德云社 最懂相声的人之一 因为他这两年相声说的少嘛 说的少 问题爆了就少 他可能很快就完全没问题了 除了喜欢阳和响的 我也喜欢过大张伟 过呀 过呀 对 他14岁的时候 他第一次登台 我在现场 我看了他那场演出 对 他那几套花乐队嘛 唱放学了 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打动人 但是后来 他就再没出过打动我的歌 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个放学了 太戳我了 就一下子让人想到了 校园生活 青葱岁月 那是一段 再也回不去的初中生活 很多人说现在大张伟不好好写歌 成天写那些口水歌 其他说两句 大张伟那些歌非常好 非常的不好写 他能写一首重一首 他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大家一定要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 大张伟每次写完 都会拿着demo 去广场舞 跟白鞠一似的 去给广场舞的大妈听 到处找大妈 说大妈您听听 听得懂吗 大妈还没回答 大爷抢了说 懂 就是内容太空洞了 他说这个了 金沙也是因为歌手 他去了上一季的乘风破浪的姐姐 完全没有存在感 因为我也去了三四回嘛 我也没看到你 对 就没注意到他 可能他也不太想让我注意到他 因为之前那个天次的声音 也邀请过他嘛 因为我在他不敢去 所以给拒绝了 他以为在这儿不会碰到我 对 所以呢 我想跟金沙说呀 放心参加恋爱节目吧 在那里边你肯定碰不着我 碰不到就 因为我对唱歌是很苛刻啊 大家也都知道 尤其对假唱是肯定是不能容忍的 李飞尔那个假唱也太假了 但是假的好像有点可爱啊 对 对 对像是没太多经验一样 一看就不是惯犯 很久没演过出了吧 李飞尔 以后别假唱了 假唱是baby的 假笑也是baby的 对 因为我参加了各种节目 老被人 赴匪吐槽 对 所以今天来到这儿 也想跟大家说几句 那 我是一个很诚恨的人 很感性的人 我批评过很多歌 很多歌手 当然也被很多作品感动哭过 毫不会演 哭得还挺难看的 很多人质疑我不懂音乐 我觉得呢 这个也 我也不想回应这种质疑 毕竟呢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唱片企划 也是草莓音乐节的创始人 哦 我觉得 即便没有这些经历 我认为也是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可以提出批评 提出观点 对独立审美呢 不要放弃 我们之所以要发声 就是不想让这个话语空间 变得越来越窄 而是要让这个空间变得 又大又圆 谢谢大家 我是丁太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